日美NHK设置在中神县美军加索纳基地附近的摄影机 捕捉到一架美军特殊电子侦察机 事务日凌晨约2点半左右 即被执行超过9小时 南韩通讯社报导指出 美国与南韩判断 北韩最快有可能在本周进行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实验 因此研判这架侦察机是为此进行警戒 特斯拉创办者马斯克在推特发文 对俄罗斯总统普丁发出挑战邀约 并以乌克兰为赌注 马斯克贴文表示 我再次向普丁发出单挑挑战 赌注是乌克兰 并在回复中标注俄罗斯总统的推特 询问你同意这场战斗吗 马斯克还强调 我是很认真的 菲律宾外交部表示 中共舰艇未经许可进入菲律宾群岛水域 这艘共军815型电子侦察舰 在1月29日到2月1日 在菲律宾最大航道苏陆海航行 并无视一站要求撤离的命令 菲律宾为此召见中共大使要求说明 日前德台协会的台新会 与柏林台湾协会成员 煮了乌克兰罗宋汤 给搭火车抵达柏林火车主站的乌克兰难民食用 煮的代表谢志伟 用文字记录下当时的感人时光 后露有一位来过台湾一年的年轻乌克兰女孩 用中文向他们道谢 但感谢的同时 眼泪也掉了下来 新航亚海电视总理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